台湾推广竞技碟杯已经6年 今年再派出了11个人到德国参加世界锦标赛 结果总共是抱回了11面金牌 11面银牌还有4面的铜牌 表现优异 5.966秒完成碟杯 快到以为画面在快转 这就是世界纪录保持人杨竹军的实力 世界经济碟杯锦标赛前两天在德国举行 杨竹军拿下15岁组333项目和SYCO项目两面金牌 他和江翠国中陈云文搭配参加16岁以下双人SYCO 也以8.141秒获得亚军 不让国高中的大姐姐专美于前 台湾派出的小学生代表也很威 两个组合包办10岁以下组 双人SYCO冠亚军 新北市文化国小陈千镜 更在个人与团体拿下四面金牌 总计这次派出11人参赛 抱回11金11银四桶 11位选手出国之前 其实我们都有给他们一些心理的建设 因为其实我们在台湾举办非常多的比赛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比赛的气氛 推广经济碟杯六年有成 越来越多学生加入 协会认为这是因为不但能挑战自我 也能输压 他其实不只是训练在专注力上 跟手眼协调 那其实有时候小朋友在功课压力 非常的大 让他在家里可以做一些室内的运动 其实都还蛮好的 台湾以示竞技蝶杯国际赛常胜军 世界蝶杯协会也确定明年市井赛 将遗失高雄举办 到时选手们将在国人面前 一展速度与实力 记者林小慧 吴家宝 陈保罗 台北报道